《大香港主義》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這個《擁抱大香港主義》 的早晨節目來到 第二節 麻煩大家給點反應 看看看不看到 聽不聽到 貨不貨金到 唉,有個新貨金 都是一些上香課金來的 有一千元課金 就說女朋友星期六做手術 唉呀 叫我代為上香 祈求平安順利 希望平安大家 大家都身體健康 大度難過 高高興興 OK? 好,喂! 那就... 今天第二節說什麼呢? 說一下哈里世代 說一下2Z世代 2Z世代 你猜就全部都出了彈幕了 香港的問題嗎? 不是啊 大陸也很大問題 我看到一件事 其實之前已經看到了 說一下 大陸現在有些公司 就開始推出一件事 叫做 不開心假 不開心假 怎麼不太好的中文呢? 不開心假 比如這些應該改好一點的名字 就是心情假 或者情緒假 或者憂愁假 不開心 不開心是不好的中文 OK? 即是能夠不用的 即是在華文語系裡 有時候你無法描述 就是為了一筆 開心有相反的詞 對不對? 開心、傷心 你叫傷心假也可以 對不對? 或者是憂心假也可以 是嗎? 擔憂假也可以 憂愁假也可以 你不想這麼... 你不想這麼負面 中性一點的情緒假也可以 嗯 又或者是這個... 甚至乎... 甚至乎... 你不開心的時候 想放假就開心一點 你簡直叫做開心假也可以 對不對? 不開心假就有點困難 這種文 對不對? 因為你... 就是... 這種文是很困難的 但Anyway 我們明白他的意思 不開心假 他就說 就... 有個... 即是大陸的那些超商 那些呢 即是零售企業 超市那些 叫做半冬萊 這樣呢 就說呢 每年呢 就會新增... 新增... 十天的不開心假 總之呢 就變成了不需要特別的原因 就... 其實...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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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來說 就要... 在散心假也不錯 散心又正面 對不對? 想散一下心 忘憂假也不錯 對不對? 不開心假 這些中文差 那麼他就說 這個... 這個河南的超市企業 就說了 希望公司的未來 為員工新增十天的不開心假 表示 每個人都會有不開心的時間 正所謂...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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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理解和支持 因為如果... 平常一般公司請假 你說今天不開心 這樣就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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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扣薪金就可以了 這樣就這樣 不... 他... 就叫做... 我相信... 雖然他的報道沒有寫清楚 我相信這個是... 有新假期 即是... 其實在原有的假期 即是增加福利 但在原有的假期的福利上來講 我估計一定是有新假 無新假就不用說了 即是... 如果你說No Pay Leave No Pay Leave 那你就... 即是射了波 或者扣薪金 那些這樣 那你就不用... 就不用寬面你了 對不對 這個這樣的... 我不知道他的薪金調整是怎樣 但是... 總之他就說 未來各級主管 就不能夠不批准不開心假的 是的 這樣就... 一不批就不合乎人性的了 這樣 他就說 這個... 這個... 為什麼要這樣做 當然就是一個原功福利 即是在香港來講 就... 如果我們用香港的說法 這些就等於射波 這些就是合法射波 那麼... 那麼... 這個... 為什麼要做一件這樣的事情呢 這樣也是合乎現代的那個... 因為請人不是容易的 你明白嗎 雖然... 找工作不是容易 找完你也很想解僱他 但是你解僱完你就會再請 請完你就再解僱 請完就再請 請你請就請不得對的 那你也會想一下 即是開始有些企業就去想 就是... 首先我先說 我不認同這個做法 我不認同這個方向 但是... 很多企業都會想 就是... 等於就是現在有很多企業 就是想方設法 令自己可以work from home 可以work from home 也是一個... 第一 就是... 如果他本身的資源調動得到的 那其實這個是省錢的做法 但是有些資源調動不到 就未必是省錢的做法 有時候是降低效率而已 但是降低效率 他也很強迫自己 令到調整到自己的公司 可以work from home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在瘟疫世代上 可以說 能夠work from home 本身是一個福利 他們認為會增加了這個企業的吸引力 這份工的吸引力 這個企業的魅力 品牌效應 Billy Bala 諸如此類 而這個不開心家 其實也是符合很多哈里世代 Z世代 也就是大陸躺平族 他們的工作要求 為什麼呢? 因為這也是Z世代的特質 就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維持一個長時間的責任 要on duty長時間 這件事對哈里世代來說是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是... 不要說什麼 不要說什麼 不要說上班 定時定後 每個星期回來做節目 都會射播 都會射播 他有一定的時間 就會想縮一縮 譬如你告訴他 你定時定後一定要這樣 你現在每個星期一定要固定這樣 他就會很容易退縮 但是如果你有時候不行 就閃一下 他未必會閃 但是他知道有權閃 他的心就開心很多 他的心情就會愉快很多 如果閃了 就算是一個星期一次的調整 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解僱? 就是大家沒有責任 其實現在不單止是工作的 那不是單純是懶的 他是沒有辦法... 這是Z世代的特質 他沒有辦法同一件事 長期建立一個關係 那個責任感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重壓 而你若然告訴他 在這個關係上 無論是一個人際關係 還是一個組織關係 那個關係上 是可以take a break的 可以適當的時候 可以暫停一下 他會對那段關係 或者對那個身份 對那個job duty 他會 relax很多 我上次說過 我看到有個網友 他的下屬 直接跟公司說 跟上司說 今天要請假半天假 Annual leave 原因是累 在現代社會來說 因為累 而請假當然不行 什麼是因為累而請假 每個人都累 我們不累嗎? 我們現在不累嗎? 我們昨晚通宵拍完 現在又在做大香港 你猜我們不累嗎? 然後今晚我做笑死鎮 待會他們就好人經濟了 大家不累嗎? 每個人都累 晚上我們又拍過 我們今晚又拍通宵 每個人都累 誰不累? 做事就是累的 人人都累 但是 累 就可以忽然間射波 不就是解僱了 所以為什麼 Z世代 哈利世代很喜歡做斜動族 斜動族的主要原因 不是因為可以有更多發展的可能性 而是 我不需要為每一件事 去百分之一百 engage 如果相比最極端的對比 就是日本以前的終身聘用制 終身聘用制就是 你入社 成為了某個社的社員 那就是你的人生的身份 它不會解僱你的 如果你能夠進入某個門檻 成為社員 像半澤直樹那樣 像半澤直樹那樣 現在日本也不盛行 但是也是有的 而且入社 就算現在日本入社 還是有一個很大束縛的標準 相對來說 以前來說是一個福利 對於人來說是一個福利 因為你從此 你從此 你就是我們這個銀行的社員 它沒有什麼特別 它不會動你的 它最大的懲罰就是 調派 可能是外調 調去一些地方 但是你不會失去工作 你無論如何都不會失去工作 這個對於老一輩來說 這是一個福利 對於老一輩來說 對於老一輩的勞動人員來說 他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吸引力 因為你不用 當然那些是大企業 而且還沒有那麼多 以前的經濟 就是沒有那些百年一遇的經濟崩潰事件 的話 它一直都在 它在 那你就做一輩子了 那你會不會覺得 我的職業生涯就有保障了 我未來的收入也有保障了 但是很可能就是 很可能就是 喂 你就不行了 你可能 你就有一個司令了 你最多就是賺這麼多錢 以後的可能性就是限制了 但是人越大 你的可能性就是差不多 差不多看到就越小了 於是你就越來越覺得 都是這樣的 但是現代不是 現代 就算是日本 日本譬如 很多業務就是 在香港有人說 轉職 日本也很強調轉職 就是 你有沒有考慮過轉職 因為本身 轉工對香港人來說 就像猶如吃生菜一樣 對日本人來說 對日本人來說不是的 對日本人來說不是的 對日本人來說 對日本人來說 轉職是一件很天大的一件事 但是現在開始變成了一個風潮 但是他們就要多一些 可能職業介紹 那些這樣的協助 好了 但是在一些 比較流動性再強一點的地方 例如中國 香港 就簡直就是 他連全職都沒有辦法維繫 這就是因為二世世代本身的特質 中國大陸的躺平族 以及香港的哈里世代 那些特質 其實大陸也有哈里世代 不過他們一般叫做躺平族 他的特質就是 他很需要有一個 說得好聽的彈性 說得不好聽就是 他可以隨時閃 他可以隨時縮 為什麼會這麼想縮呢? 他有一個哈里世代很希望的狀況就是 首先就是 哈里世代有一個特質就是 譬如很需要面子 他們的面子 比你想像中高很多 譬如剛才Eddie 試麥印說的一件很誇張的事情 就是 Eddie剛才不知道 checkroom那些說 不是叫你讀報紙嗎? 他叫你讀報紙 然後剛剛Eddie的說法就是 讓我練好一點才讀給你們聽 叫你讀就是叫你練 練好就不用讀了 練得好就不用讀 就是讀得不好的人 才要在鏡頭前面練 但是他們不會在鏡頭前面練 除非我打咬他們 除非我打散他們 要不然他們不會 這個你就聽回前幾集的笑死磅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對哈里世代的那個 我覺得的根治方法就是公審 必然是要拿出去公審的 詳情是買回 貼連結 詳情是買Z世代使用手冊 或者聽回前一集的笑死磅 也有說過 很多人會覺得公審不是 公審是 不是什麼都拿出來公審 不是說拿客人出來公審 不是說拿店舖出來公審 訓練 訓練哈里世代 公審是一個必不可決的器具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因應哈里世代的特點 他們對面子的考慮 是超乎你想像的那麼高的 而極度考慮面子 而你有時候很容易沒有面子 人當然會做的事情沒有面子 例如 例如 你第一次在試咪做節目 就已經覺得大受打擊了 或者即是一些 譬如即場表現很容易 作為新人很容易受到打擊 或者很容易受到一些 覺得面子上掛不去 譬如不懂得做一些事情 或者做一些事情做得不好 或者自視過高 然後做一些事情出來 原來是不行的 又或者有時候會做一些 被人笑 但是那是成長的一部分 那是必須要面對成長的一部分 而哈里世代是不會面對這個成長的部分 那你為什麼不面對這個成長的部分 為什麼那個挫敗 那是連繫著的 你做壞了一件事 仰衰 挫敗 挫敗了 挫敗了 那你就知道自己是壞 知道自己是壞 那你沒有咬死牙關 咬死牙關就是不要再壞了 那這個就是 即是 supposed 挫敗 在那個 鍛鍊 或者成長裡面的扮演角色 這樣 而哈里世代 他們本能上會逃避 避開了這個成長的部分 那他們避開了這個成長的部分 他們是怎樣去成長的 他們是怎樣去歷練的 是出本說得對 就是 Eddie也用這個方法 就是忍退 就是忍退 譬如你做一件事情 你在一個環境裡面 譬如你做一些文件 譬如我早兩天 新天就被我丟掉了 我在節目裡已經說過一次 我對著他又說一次 跟著我昨天 我前晚寫稿 又面對一次 他是不肯把文件分頁的 他是不肯把文件分頁 是死都不肯跟我格式 我唯有在Fast出一局 一定要公審 好了 那你就瘀了 你在整個圈子裡面就瘀了 整個圈子裡面就瘀了 整個圈子裡面瘀了 那怎麼辦 譬如 這些是很簡單的事情 大家每個地方做文件有個格式 我們劇本當然有格式 說了一次你不跟 兩次你也不跟 三次你也不跟 然後三次你也不跟 然後大家覺得 鎮達也試過 這簡直是哈里世代的通病 不願意跟格式 或者模仿能力低 不願意尋找別人做事的潛在規則 這基本上是哈里世代的特質 但是鎮達和Sunny 都是相對比較出色的哈里世代 是什麼呢? 就是在吊完他們 他們會改 雖然吊了很多次才改 但是一般的哈里世代會怎麼做呢? 一般的哈里世代 一般的二世世代會怎麼做呢? 他在這個圈子裡面 被人發現了 他不懂得跟格式 他就退出那個圈子 他就離開那個圈子 然後改名字去另一個圈子 譬如你在這裡叫Eddie 然後你引退 然後就刪除了社交媒體 就不叫Eddie 然後就叫Bobby 你跟著Bobby 就在另一個圈子後 再認識另一批人 就讓他不知道 原來我不懂得跟別人的格式和文件 他未必不改 他可能去到另一個圈子才改 他可能會買一個教訓 但是他每一次買一個教訓的代價 就是排除一個圈子 我離開一個圈子 改名換姓 然後去另一個圈子 那麼大陸就更加多了 大陸就更加容易了 離開這個省去了別處 然後改頭換臉 或者改名字又再來 所以很多人會做一下不做 你明白嗎? 有些人會做一下 然後發一個訊息 或者訊息都沒有 就失蹤了 又不肯見了 其實最主要就是臉皮薄 核心 臉皮薄 臉紙上受不住 我被人覺得我低能 所以 作為一個Z世代 假設你在聽節目 你作為一個Z世代 成長的要決是什麼呢? 成長的要決就是 首先要承認自己是低能的 無論所謂的 你當然是低能的 這個世界這麼多東西 你不認識 你正常就是低能的 這個世界這麼多東西 這個世界 現在已經發展到很複雜了 無論是科技 商業技術 人際技術 很多東西 社會環境複雜 都不得知 任何人投身一個社會 其實都是低能的 你說一進來一個圈子 就如如得水 跟著然後長袖善武 跟著然後就 無往而不利 那些是天才 但是 與此同時 有很多哈利世代都喜歡病 他們以為自己是潛藏的天才 你快點認知你不是 其實 正常人在學校認知自己不是天才 正常 其實很多人都有 所謂中二病的意思 就是那件事在中二結束 你應該中學二年級的時候 中二就是十四歲 大概十三四歲的時候 你就應該認知自己不是潛藏的天才 也應該知道自己沒有隱藏的黃族血統 也知道你的左眼是不會解放的 你的左手也不會忽然跟你說話的 OK? 雖然你在中一的時候 你有想像過你的左眼會忽然變色 邪眼會解放 又或者你的左手 其實潛藏著另一個靈魂 又或者有另一個 有另一個 潛藏的絕世高手 附身在你的 這個 不知第三節肋骨那些 你可以幻想這些東西 幻想到十一 十二歲 十三歲 到十四歲 你要認知 不是 原來是 原來是什麼東西 就是紅眼症 原來那個不是邪王覺醒 右手還是左手 我也不知道 原來右手沒有跟你說話 原來右手會說話 是因為學了手語 但是現代 其實中二病 雖然很多 Gen X Gen Y 都有中二病 但是最嚴重的就是 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 譬如以前沒有中二病的 譬如 譬如 認清現實 那為什麼現在 中二病 慢慢延後 到現在 中二病已經是大二病 大學二年級 甚至大學四年級 甚至大學畢業後兩年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社會環境沒有那麼殘酷 因為社會環境 事實上沒有那麼快 壓迫你 要認知自己的不足 認知自己的不足 認知自己的不足 首先 人要認知自己的天才 以及 到了三十多歲的時候 理論上 原本到了三十多歲 就要接觸到自己才能的司令 你知道自己不是天才 你知道自己不是天才也好 但是你也未必會知道自己才能的極限去到哪 但是你什麼時候才知道呢 通常就去到三十多歲 當你真正遇到高手 當你的社交圈子擴闊 等於我當年第一次遇到徐克 我第一次量度 原來這些才是量度 那你要知道自己的司令去到哪 其實我最盡是這樣的 我最盡是這些 等於新年其實不知道自己的體能極限去到哪 不是說他的體能很厲害 而是他還未測試過 他還未測試過 譬如你身體鍛鍊 你要鍛鍊了很多 你才知道 其實去到最多我也是這樣 我知道我不會進入運動員 我不可能去到極限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那個環境不同 還有就是 數碼世界令到 譬如非數碼世代 非數碼世代 非數碼世代 他很容易就會察覺到自己不懂事 這個也是查理斯世代和哈里世代的分別 因為 你問他懂不懂 不懂很快就不懂 但你問一個哈里世代 問他懂不懂 他覺得他還未懂 他搜尋一下就懂 這是真的 這是他們的能力 這是知識來的 這個也是現代的知識 因為 其實你是外置的 知識是 你的記憶器本身是外置的 以及資訊 資訊 資訊 本身都是外置的 雲端 你說懂不懂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一定會懂 但其實不是 但其實不是 就算有Google的資訊大海 你也是不懂 你不懂一件事 你就搜尋不到那件事 你不懂問那個問題 你就搜尋不到 就等於 譬如 你現在問我 環境持續發展的事情 你給我一些時間搜尋 我都搜尋不到 我有時間才搜尋到 有時間才搜尋到 那些東西 等於我問你英國文學的東西 你從哪裡搜尋起都不知道 你除了英國文學的四個字 你一連就搜尋 英文字 就搜尋 但你一段時間還沒搜尋到 一段時間還沒搜尋到 一段時間還沒搜尋到 Gene Austin 一段時間還沒搜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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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變成 其實不是說你有 你不是說 不是說有Google就有知識 Google是一個工具 但它其實是給知識的人用的 它抵慮 它本身不是 它也是給不知識的人用的 但知識的人會好用很多 好了 亦都是因為這樣 亦都是因為這樣 那個狀況是什麼 就是因為 他們對知識 或者對知識上限的認知 和之前世代的人很不同 亦都是因為這樣 他們的中二病 是比較難治的 只不過他那個中二病的想像 未必是邪眼 未必是右手 而已 但是他也是 可能幻想自己有第二人格 其實他未必幻想自己有第二人格 但是普遍的二世世代 都先幻想自己有情緒病 或者普遍都會幻想 或者 或者老虎蟹都會說 我這些是內向型的天才人格 那些 所以他們這麼喜歡玩十六型人格 他們覺得 多了解釋 他們覺得 我一定是一個 比較內向型的 你就是內向 你只不過不會說話 你來什麼 你只不過口齒 你只不過口齒不清 和內向是兩件事情 你明白嗎? 你一個人可以很外向 都可以說話很厲害 你明白嗎? 你可以一個人很外向 而又不善交際 你明白嗎? 那個字 在以前的世代 就是單一個字 就是差的意思 你的性格特質 那些 那些是另一種的中二病 好了 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的臉皮很薄 他們看臉皮是看得很重的 而看臉皮看得很重的一個特質 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很希望 很希望去尋找一個 就是 社交圈子轉換的彈性 因為 他每次融入一個圈子 他每次加入一個社交圈子 他已經預備定退路要離開了 他預備定 有什麼糟糕 他就立刻刪除了 退了那個群組 然後就不肯見你們這些人 然後就加入另一個群組 然後又嗨 然後又改另一個名字 又改另一個圈子 他本身是預算是這樣的 但是 你做這件事 回到一個公司 就不方便了 所以最好就是斜動 你明白嗎? 譬如你 做一個行業 那個大機構 大集團 如果我在這裡 一旦戀了 你又不想很小心 但是你的面子又很大 我覺得 你一回來 第一天 當然是想給他下馬威 因為他有中二病 他有中二病 他一來就下馬威 想給他下馬威 給他人 給你看看我的真正身份 一看我的手掌 你就知道我驚訝 一看我的掌紋 你敢不敢受到我的帝王之氣 沒有人敢受到我的帝王之氣 他就立即和了 那天立即和了 但是 如果你說轉工很困難 你進了社會 終身任職任制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會追求一種很大的 轉職彈性 其實最主要不是為了轉職 最主要是為了轉換社交圈 這個其實是二世世代 心底裡最渴望的東西 就是 社交圈子之間的 往來轉換的彈性 所以他們喜歡斜動 喜歡用一份空 這個才是核心 所以你說給這些開心價 其實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 所以你說 因為他們誤解了這個問題 他們說給你多一些開心價 給你多一些偷懶價 你們經常誤解了 以為二世世代是懶 不是那麼簡單的 以及不是真的懶 說懶的話 大家都不相伯仲而已 你說震達懶 我不覺得震達會懶得比我 說懶來說 說那個想偷懶的心 說那個想偷懶的渴望 不是 其實和震達是不懶的 其實震達昨晚做事做到現在 我剛才睡覺 我睡覺的時候他還沒睡 其實震達也是相對勤力的 在這個世代來說 他不懶的 他不懶的 但是他有時候會 因為他喜歡病發 他有時候會 剪剪片陷入了自己的情緒問題 他有時候會和右手聊天 他為什麼剪片剪那麼久 他用手這樣剪片 剪一下這樣 然後手不自控這樣舉起來 這樣剪是不行的 這樣剪的人會笑你的 你不要吵 你閉嘴 這樣 真的 沒用的 他還說 我見過幾次 我見過幾次 在房內 自己寄生獸 我應該有寄生獸的手套 你下次拿過來 你不用自己假裝 知道嗎? 我有那個閉嘴 你下次可以拿那個手套 你不用自己假裝 就是 就是 那個核心不是懶 很多人都誤解了 以為是讓他少一點工作 讓他多休息 所以那個開心界是沒有關係的 他們在渴求的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這個就是 如果你們有做主管 你們在參考這些事情的話 我告訴你 你為什麼會覺得 多給他一點價錢 他就會開心一點 讓我可以休息多一點 他就會開心一點 不是的 他們不是在想這件事情的 這個是很錯的 這個是很 就是放多一點價錢就會開心一點 其實那個是 那個是Gen X Gen Y的想法 那個其實是查理私事 我就會開心很多 你明白嗎? 就是我正在打工 你告訴我 我有很多價錢 有越來越多價錢 我就會很開心 我就會非常開心 但其實不是這樣的 這個是查理私世代的思考盲點 買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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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節就到這裡 好了 我們就休息一會 待會再繼續 看完節目 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